欢迎收看订阅时刻 今天我们看到北极组动起来了 北极组仙态 约谈所有跟众望接近会有关 跟靳总有关的人 开始一个一个约谈 而约谈今天去约谈了周宇修 今天约谈了戴宇文 很多人说 现在柯文哲最害怕的事情 终于发生了 他认为最惨的事情 现在刚刚要开始 因为我们知道 柯文哲之前不是讲过说 他说现在的司法跟媒体 都是政治工具 竞选总部跟木可的账簿 都在调查局后面还有事的 我的意思是说 最惨的还没有开始 他一开始有讲说 我们怎么会去告会计师呢 告了会计师 才让整个事情不可收拾 可是还不是最惨的 最惨就是我们之前想到 大家进行大搜索的时候 搬那个一箱一箱搬的是谁 是调查局搬的 有办法解读这些账册的 也都是调查局 所以把这个账册搬走了以后 把这个账册解读之后 调查局是最了解里面的来龙去脉 也最有能力来查出这个东西的水落石出 就没有想到调查局真的已经进来了 而且已经开始侦办了 今天也开始约谈人了 如果真的开始约谈人了 我们知道从下礼拜开始 会有一个大规模的约谈 而这个大规模的约谈开始之后 整个柯文哲的案子会有一个新的进展吗 好 在这一段里面 资深媒体人姚卫生 也加入我们的讨论 惠真你好 大家好 好 宇萱 刚刚讲的是 柯文哲之前曾经跟他讲一个清楚 这个清楚当然是怎么讲的 他说 整个中央党部缺少可以指挥 大局的军师还有大将 出事以后就是李文中的问题 但这个人是我任命的 我要自己负责 才不错 他讲说 整个事情是从告了会计师 让整个事情变得无可收拾 但这个只是政治危机 也就算了 问题在哪里 问题就是这句话 他说 境险总部跟募可账簿都在调查局 后面还会有事的 我的意思是说 最惨的还没有开始 那调查局今天出来了 调查局今天查的就是政治现金 调查局现在查的就是这些账簿 最惨的开始了吗 宝大哥 柯文哲的脸上一抹神秘的微笑 消失的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是从调查局正式进入之后 柯文哲就再也笑不出来了 真的假的 因为原本检验在那边 瞎讲卧瞎讲卧瞎讲卧 他说土力反正我也没有差 对不对 拜托你土力办不了我 他早就已经预告 他最害怕是什么嘛 募可还有靖总 他说我跟你讲 后面最惨的还没开始 结果柯文哲现在更惨的来了吧 为什么 因为不只是募可 不只是靖总 连什么都进来 新故乡 众望连你的信托商户 连你的信托全部都跑出来了 所以宝贴哥 现在柯文哲他遇到什么大状况 被检调 应该说调查局已经逼上了绝路 对 我刚才讲的 现在的照顾都在调查局手上 可是之前 为什么阿伯可以老神在在 因为刚时 你可以感觉到整个检调单位 似乎有那种内斗的气氛 这个内斗气氛就是 我要把你调查局撇在外面 我把你调查局撇在外面 我要让这个联政署建立不适其功 搞了半天 这个攻击不起来 搞了半天账户开不走 最后还是要调查局进来 可是这个调查局进来之后 阿伯就完了 对柯文哲他一直有一个关键的密码 什么意思 只要金流你查不到 那你休想要扮我 今天涂利罪扮柯文哲能看吗 如果只有找到两百万能看吗 当然不行 所以他只要想说 我只要找不到金流 我就可以干嘛 跟你用政治对抗 跟你搞搞定嘛 结果没想到调查局 原本是被排除在外 因为我们的法务部长叫做郑明谦 郑明谦以前叫做廉政署长 所以他当然是给自己人先办再说嘛 对不对 反正我们讲不适其功 这个是好康的 办到之后 每个都积权声音 结果没有想到 看不懂 真的看不懂吗 当然嘛 因为那时候他们是跟调查局要哦 说你们有的资料 全部缴械 缴过来 对 那调查局心里想说 我干嘛要给你 那种热腾腾的熟菜 我丢一堆生肉给你嘛 所以乱七八糟的资料 汇过去之后 光爬梳 就看不清楚 讲不明白 为什么我敢这样讲 请问一下 朱雅虎有没有被廉政署 跟我们讲的北检掉过 掉过啊 不止一次耶 朱雅虎也不止一次耶 那你要怎么跟社会大众解释说 原本叫你来的时候呢 就放你走拍拍屁股回家 结果呢 直到调查局进来之后 直接给你击压 因为你在很久的时候就讲说 你今天整个检掉系统 你不可以私心自用 你不可以等于说有门户之间 你不可以说 只要复制自己人 你当时就讲说 整个调查局也要进来 就你当时哭哭哭 我还听不懂 现在我就懂了 因为连政署的确 你对公务系统很了解 他包括每个 各位你要知道 各地县市政府都有什么 阵风处 阵风处上面的长官是谁 就连政署一条边 但不好意思 这个是仅限于土地层次 公务层次 你可以处理得了 但当今天进入到 所谓的虚拟货币 进入到所谓的国际金流 进入到所谓的账户 进入到所谓的什么 信托专户的时候 你连政署有经验吗 当然没有 但没关系 因为调查局来了 各位啊 调查局一进来之后 包括我们讲的 众望基金位 包括我们讲的 木可公司 竞权总务 他所有的金流专户 全部都爬出了 清清楚楚之后 开始了 一个一个调你来 你终于休 清除我也叫你来 民众长代余文 我也叫你来 叫这两个来的目的 为什么 很简单嘛 你到底有没有 所谓虚报的薪资所得 有没有所谓的 两套薪资 然后最后呢 把钱放到私人的口袋 所以当他今天 包括林志良 包括吴梅寿 他在要干嘛 把所有USB名单上 跟柯文哲 有关的政治现金 我一笔一笔爬书 一笔一笔揭露 我要让你整个人 身败名裂 让大家看看 你就是现代的和尚 因为我们讲的 这里面最了解柯文哲 当然就是吴董 吴董曾经讲过 他等于说 他不会说谎的 只是你听不懂 你不懂得 他的话中之意 可是你现在 有的时候 我们再回过头来 每次发生什么事情 去看柯文哲的讲话 都非常精准 他不然不是讲说 整个政治现金案 搞得鸡飞狗跳 那个政治现金案里面 就告了会计师 那个政治现金案的时候 每天搞禁止会 结果越搞越糟 他当中讲说 他说这个只是什么 这只是手忙脚乱 很乱 只是手忙脚乱 只是显介之急 没什么了不起 真正了不起是 调查局手上的仗册了 对 他的意思说 你不要只看总统专务 他说总统专务 对我们整个案件来讲 算小条的 为什么 那了不起打死总统都干嘛 就洗钱嘛 对不对 但其实上 贪污所得跟收贵 跟有一些猫腻跟弊端 会跑到哪里去 就是跑到我们讲的 木可公司 因为木可公司 事实上它是什么 私人公司 所以它是可以进私人口袋了嘛 所以当然你看 今天调查局 锁定的项目非常清楚 我直接解释给各位听 他说 我现在找的是基金会认识的员工 比如说戴于文 之前就是被我们慧珍姐搞惨的 他现在真的惨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他那时候亲口对媒体讲说 没有 我只有领一份薪水 我从来没有重复领过 那宝贤哥这时候问题来 如果调查局查到众望基金会 的确你有申报薪水 但与此同时 戴于文在竞选总部 他也有领薪水 在民众党也有领薪水 但是这些薪水 没有进到他的口袋 去哪了 那就叫什么 那你就诈领啊 那你就会出问题了嘛 所以会不会 民众党都用众望基金会 这个地方出了一堆钱 但是在竞选总部 或者是在民众党党部 甚至其他地方 报假账 所以这边是检查的一件事情 再来第二件事情 你整个北检 为什么说我们要查的是 竞选总部 木可公司 跟他的金流 那代表一件事情 这三者难道是没有关联性的吗 是有关联的 对嘛 所以我今天 比如说我从竞选总部 我报了账 我出了账 到你众望基金会 但这个当中 全部都是李文中 一个人坐在位置上 我左手换右手 我这边说我给你3000万 我这边说我收1000万 你哪知道 中间就会有捞空门 甚至做假发票 这是掏空的疑虑嘛 所以最至关重要是谁 当然就会落在李文中身上 如果现在回过头来 马克文哲的话 仔细爬梭之后 你看看 这时候 这个就很重要了 一箱一箱搬出来 都是掉机搬的 而且按照我们刚刚讲的 只有他们有能力解读 当然没有错 保际哥你看 一箱一箱一箱的文件跟资料 坦白讲 可能都是上册 都是树木 都是金流 都是数字 那可以解读谁 当然调查局 为什么这样讲 你仔细看 他当时他就已经怀里 所谓的李文中跟端木正 跟李文圈 所以他已经很清楚掌握到说 这些人就是柯文哲 金流命脉的关键 我调查局部落说 冲得到我就是查金流嘛 但是发生什么事情 这时候调查局被缴卸啊 所以相关的 这时候相关的资料 这有这被缴卸 缴卸他没有办法查嘛 就是我拿到这些东西 但是查的全责不在我 所以他只好一股脑丢给连正署 那连正署看到六项放在地上 想说这什么东西 光是爬梳整理资料 就看不懂了嘛 所以你看直到后来 9月3号的时候 北极站又出手了 这个时候已经隔了半个月 结果他马上 连正署之前 有没有约过李文中 有 有诶 证人来又去 所以他说 直接我跟你讲 我把你列为被告 被告身份 转为被告了 我就确认你是被告 而且200万交保 所以到后来 包括相关的赖对话 记住出来说 发现一件事情 李文中不是重点 李文中指示什么 处理真正下指令的是谁 都是柯文哲啊 因为包括所谓的赖的进度 美里大汉的100万 甚至食品负责50万 这么小的金额 那人三级 柯文哲都说 你给我调到那边 包括总统竞选专户 还有讲的两个基金会 以及所谓的木科公司 都是由柯文哲下指令 所以到最后 你仔细一看到现在 包括9月29号 最后李文中 朱雅虎 都被羁押金钱 以及到整个小额捐款 都会被查出来 从头到尾贯穿石墨的 多一个单位 这个单位就叫做调查局 逸凤 之前有一条新闻就讲说 当时在办这个案子的时候 刚刚讲到 你当然北检 你当然廉政署 你今天包括调查局 大家都摸不到霍霍 因为这是大案子 这是一个跟赖清德 表公的好机会 大家要冲进来 可是这个时刻 有一个单位被缴卸了 这个哪个单位 就调下去被缴卸 调下去被缴卸的理由说 你有可能情报外露的 这个可能 所以你把资料交出来就好 过去我们都讲 剪掉剪掉剪掉 到后来我们都听到 剪连就是北检 跟廉政署 调查局被晾在一边 可是现在 北极署有大动作了 北极署为什么有大动作 你说 那是北检跟廉政署 两个太废了 两个 一个只会只会办案 一个根本不会办案 所以 调查局必须出来 那你说调查局出来 就会有新的进展吗 对 当初来讲的话 其实他们也是 调查局也是希望来办 这个金华城的案子 还有相关的案子 可惜呢 到了北检那个地方 最高的检查中长 想说不行 你有一些风气上的疑虑 为什么常常会有些风声 跑出来 跑出来说 跟我没有关系啊 别人也会啊 他说没关系 那你把资料叫出来 所以那个时候调查局 讲一句话 他说我们想去跟人家靠航 都被人家赶出来 然后被赶走 然后资料被人家缴械给弄出来 弄出来之后呢 谁来办 北检指挥廉政署 而廉政署当初成立的时候呢 有人笑说廉政署是 调查局的二军 很多人的状况 是从那边转出去的嘛 所以他们就觉得 北检跟廉政署 再加上那个时候郑明谦 是这个廉政署出来的 他就希望说 从这个地方 我们一想一举 打响这个知名度 郑明谦 也廉政署是郑明谦的子弟兵 我想好好去扶植 我的子弟兵 来打响这一炮 没有想到落赛了 对 所以那一次要弄下去之后呢 其实廉政署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 他觉得说 前半段的资料 调查局已经把它交出来了 我大概剥锡一下 剥锡一下 大概就可以弄出一些东西来了 我补充一下 刚才讲的 你调查局是真的在前线办案的 调查局是花去养线名的 调查局是真的在底上 跟人家保诺的 那我们看到廉政署什么 廉政署就是以前我们讲的人二 人二就是专门在 郑风跟人二 干嘛 收集资料的 去这个时候 打报告的 打小报告的 会办案吗 我不知道 所以弄了半天 弄下去之后呢 发现检察厂也还问 每次都说快了快了快了 怎么都没有看到实质的东西 后来真的不行之后呢 还是只好把调查局给叫回来 然后调查局叫回来之后呢 用的又是北基组 就是现在讲的北部机动站 那时候有北中南东 这四个机动站都是最强的 其中北基组 就现在的北基站 才是强中之强 以前大家记不记得 阿扁的女婿赵建民 也就是被他们给办的 那时候大家讲说 谁敢去办阿扁的女婿啊 那时候有个内线交易案 结果北基站一办 把他给办下去 而且把他送到牢里面去 那这一次为什么 一定要调查局出来办 因为连政署看不懂资料 看不懂 然后呢 调查局又故意整连政署 他没有把资料 把它分析好 其实那些 那些金流还有汇款往来记录 然后重点一件事情 是说你一个人的 特特人格分析 其实调查局 他从这一个人 他就有你的资料 这个人后面的好朋友是谁 然后呢 他可能走哪些管道 钱走哪些管道 那个是一整套的 你可以整个过去 但是他没有 他把你拆散了 你得到的就是一堆数据 你得到的就是一堆资料 然后呢 连政署看了半天 递歌倒菜得 然后往错的方向 当时调查局 我们讲 所有的情报资料 或是所有的 这个所谓的财务的资料 钱的资料 都在调查局上 你要我就全部给你 我如果全部给你 你根本不会消化 你根本不知道 哪个地方弄在哪个地方 所以呢 他们一度走错方向 所以呢 查金流一度走到死胡同 看到了钱 怎么找不到钱的流向 跟最终的终点 所以最后不行了 还是把调查局给叫来 调查局叫来之后呢 北基站来负责这件事情 这就要告诉大家一个重点 柯文哲不是只被办 进华城案 他们把柯文哲当成一个犯罪的主体 民众党呢 可能是协助这个犯罪主体的一些共犯 所以呢 调查局办案就是这样子 我把你全部都圈起来 全部圈起来 然后圈起来之后呢 我帮你慢慢的 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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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哪里 你的问题不大了 我就把你一个一个一个弄掉 你到底有没有在这圈圈里面的话 你没看到每一个人 包括巴掩人 包括周玉秋 进去的表情 我觉得都不是很好看 你到调查局到北基站的脸色 绝对不会是像之前 许甫去廉政署的表情一样 你今天进去之后呢 你看到了 给你提示的一个证物 我觉得一定会有震撼到他们 调查局很恐怖的 调查局很可怕的 你一进去之后 一个大大的国旗 然后很肃杀的气氛 然后门关起来之后 砰 还有那个回音 我告诉你 今天他一去之后 他们关起来 还给你砰一声 对 就是这样子吓他们 那有没有效果 其实北基站过去来讲的话 吓出来的效果都还不错 但是对柯文哲来讲的话 现在来说的话 又有金华城 然后现在找到民众党的话 还有什么政治现金案 那你要把它看成一个大案子 主体就是柯文哲 柯文哲身边这些人 其实都有可能 作为他的左右手 作为他的帮凶 如果有钱 我们先讲退归官部长 如果真的有非法的钱 进来的话 会不会到处流窜 每个经手的人 其实在调查局的掌控之中的话 你进到这个圈子里面 你可能就嘎嘎嘎 就嘎出来了 一个都跑不掉 那按照刚刚施松讲的 非常微妙就是 竟然在10月7号的时候 制谣公司结束 制谣公司结束 今天本来大家以为说 是因为10月8号 近周刊要报道 取指即将出国 可是时据上不对 所以施松判断是因为 当时调查局进来了 北极署进来了 金流是真的在查了 而且是对柯文哲开始有威胁了 所以才赶快把制谣公司 给结束掉 制谣公司 你要想他当初成立的目的是要做什么 制谣公司成立的目的 就是要接手MOOC 所以呢 当你这事情 当北极站进来之后呢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你前端会不会其实有什么作业了 所以才急急忙忙 要赶快在这时候 把它 shut down 把它给关闭掉 所有的东西 一定都是有原因 而10月7号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呢 一定是听到了哪些风声 柯文哲当过 到现在还有风声 一定有 如果你今天没有听到风声的话 其实简单讲 你在被办案的过程当中 不是你在办案 你是被人家办的过程当中 一动不如一进 你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风火让 风尖让口的时候 你一定要结束这间公司 你一定就知道说 红虾来啊 红虾来啊 这个时候动 不然就来不及了 现在不但是柯文哲 看起来这个 所有的案子全部齐发 全部齐发以后 柯文哲是一个案子 接着一个案子 大家就想到 到这边当年的状况 你一下子压了两年 你根本不可能出来 你不可能出来 那只有柯文哲 个人吗 没有你说可怕的是 整个民众党 全部要卷进来了 因为刚才你现在查木克 你现在查众望 你现在查新故乡智库 等于说你现在 整个民众党跟有关的 全部都会卷进来 就像现在讲的 下礼拜 现在你想象到了 民众党这些重要干部 每个都要被约谈 那是一个多可怕的场面 还有现在USB出来了以后 这些大老板一个进来 一个大老板被约谈了以后 谁还敢跟你民众党交往 没错 事实上现在对民众党来说的话 可能是灭党之机 为什么 灭党 当然啊 你看柯文哲现在被关 那你看 为什么今天开始查 你看所有涉及到金流的 所有的人都要查一遍 它里面来说 很多人可能都有很多 其他的这个罪名都有可能啊 所以现在开始在约谈这些人 所以那未来的这个民众党 搞不好有多少个人 有可能会有官司之灾 我们不知道 所以民众党 现在当然是压力非常大 另外第二个你看 你说现在搞不好 民众党现在看到这些台面人物 一个都跑不了 你看今天终于修的脸色 是不是很难看 很难看 大家都是一样 好除了这个之外 下个礼拜如果大规模的约谈的时候 你看那些人会怎么办 好那除了这样之外 这个USB里面来说 你们这几天不是约谈了 非常多大老板吗 我觉得就很奇怪 你要约谈这些大老板 你可以一次都来啊 但是问题是 大家一天一个 一天一个 一天一个 为什么要顾一天一个呢 让大家知道 谁跟柯文哲非常好吗 你一天一个来 一个来 那你看我们在讨论前几天 我们在讨论陈银柱 他那天来啊 今天又讨论林志郎啊 因为他只有一个人来啊 所以他故意一天一个一个 让大家讨论到 他为什么会跟柯文哲有关 现在他就是把USB里面的名单 他都给你叫一轮来 不是而且这个林志郎 居然是李婉玉的爸爸 对 然后我听吴董长才知道 他这么有钱 他是大线商 很有钱 对他们是非常有钱的 他们搞了一个就是 我们知道事实上这个芝麻酒店 以前的芝麻酒店嘛 在这个安和路跟信义路中间 他们之前在搞都庚 一直搞不起来那个芝麻酒店 这个位置多好 那都庚一直摊不下来啊 当然他们里面股东有一些纠纷啊 当然市政府的态度也很重要啊 那自然他这几年就搞了非常多都庚 除了这个芝麻酒店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 就是这个 你看 我也要840人容积率 然后我也要这个智慧 这个智慧公都庚 然后在创意新移居 他也搞出这个 对 景兴大楼啊 就是我们讲了很多是这个 宏伟大楼 对 压西 压西 压西买肉厂 那个景兴大楼 他现在也在搞都庚啊 也是他在搞都庚啊 也是林志郎的啊 也是在搞都庚啊 所以为什么要传他来 我其实曾经在节目上讲过 柯文哲跟非常多建商都非常好 你可以讲 接下来 我觉得接下来会有非常多建商 对 会被一个一个叫去约谈 而且传说 你现在不是柯文哲 对 接下来还有黄珊珊 对 那为什么要找直接建商去 我觉得USB里面 当然有非常多记载在这里面 可能这个林志郎 他可能也是被写在这里面的名字 那写在这里面的名字 我叫你来的时候 那你用什么方法捐给他 请问你是用什么方法 如果是正常的政治现金 OK 但如果是不正常的 好 OK 我已经知道是你 那我就把那些都把它删掉 我觉得现在检掉 在做一个叫做删去法 你有捐过来的 我都一个一个把它删掉 删掉删掉删掉 我觉得检掉查也很简单 我只要把柯文哲的政治现金 最后把所有的可疑账户 圈出来就好 因为我只要把那些都已经捐过 删去法 对 删去法 我只要把那些都删掉 删掉删掉之后 删掉自然就会塞出一堆 可能就是很可疑的这个账户之后 我再从那个很可疑的账户里面 再去往里面查 那当然就可以查得到 所以我觉得他现在等于是 把所有 我现在能够找到的所有金流 都把它勾计一遍 把那些不太 应该没有问题的 或是已经捐了 知道是谁来的 删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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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就会出现一些账户失聪 而且市民讲说 你如果今天看到了猛鬼公寓 你今天看到那个芝麻大厦 你会觉得非常可恶 台北市我要有一个新的发展 我需要有产业 柯文哲一点产业都没有 第二个台北市要有发展 你要处理交通的问题 柯文哲对交通问题 一点办法都没有 你如果说今天 你要发展台北市 你要有一个愿景 柯文哲一点愿景都没有 那你要除弊吧 除弊就是你要把这些 妨碍失容的 像这个猛鬼公寓 像我以前在大安区 我在通话街长大的 通话街长大的小孩子 都对这个 这一户非常清楚 那是台北市一个 非常大的毒瘤 结果搞了半天 你完全没帮忙 你还把我砍掉 如果你今天 有对待这个所谓的 金华城一半的态度 这个多重要啊 对保洁 事实上这个容器率 才多了40% 那你看是加40% 不是成哦 所以你看这个景星大楼 这次就出来讲 他说你只要给我 800是容器率的话 这个景星大楼 马上就可以都更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愿意都更啊 你为什么都更很难谈 就是因为你都一瓶换一瓶 那得多加一点点 那这样子 其实大家都不愿意 但是如果你是 800是容器率 不好意思 你是一瓶加了三四瓶 大家马上都更 对 所以你知道柯文哲就这样 他对他有利的 金华城 没有关系 我给你800是 因为他就跟他说 那个是为了 什么四瓶的发展 我跟他讲 宝杰你说的没有错 这个景星大楼 跟那个芝麻酒店 其实那两个才是真正的 台北市发展的毒瘤 不是很多毒瘤 区域都是因为这样 没办法发展 并说万华有多少的房子 你有多少的东西 对 怎么可以干这种烂事呢 如果你去推动这些 你政府给他高一点的容器率 下去的话 一定很快就可以解决 可是显现实 他根本不想解决这个问题 不是 如果你真的是安部就班 你觉得要这个公共利益为先 我也没有意见 可是你到底没公平嘛 怎么可能对有人 给这么好的福利 那真的该解决的 你一点都不解决 不是这么烂 对 所以显现实 你要烂 对 所以我觉得 现在林智朗可能是这样 在名单里面 他有捐钱给柯文哲 但他捐的是正常金额 所以你要这些都工 不好意思 我不会让你过关的 你这个圈给我只有这样 你跟小沈的1500就差很多 你跟小沈给我那么多 就差很多 所以你景星大楼 要都工不用收 你资本酒店要我帮忙 不用收 因为你只是给我一般的行情而已 你只是给我政治现金 正常的行情的时候 如果你给我不一样的 或许就会不一样 你说庆程街那个 庆程街那个多少餐 你还有多少毒瘤啊 所以我就想 他这几年的时间 我以前念国中的时候 我都会去这个行天宫图书馆 那个庆程街是一个多棒的地方 那里面有多好的餐馆 你把这个地方也给我搞烂了 对 所以我就讲 他这几年来说 你搞烂台北多少地方啊 对 除了都庚推得非常缓慢之外 另外包括说像很多金华城啊 雨果市场 什么他都没有做好 所以才说嘛 现在你的政商民流的关系开始出来了 会让大家知道什么 你过去几年要都庚 其实很多建商 为什么跟他交好的原因 也是为了都庚嘛 大家都希望说市政府能够帮忙嘛 所以我捐给你一点钱是OK的 但是现在证明了 你是乖乖捐钱的 你在合乎法令的规则里面 不好意思 客户者是绝对不会帮你忙 因为那是你给我的钱 我觉得那是你应该的 但是你如果像省庆这种 你有特别挂号的 你有特别的sabee 我就给你特别的sabee 又有三场便当会 又会直接交办 又给你特殊的福利 任何不听我的话的人 我还把你赶走 对 所以你就知道说 市场这几天 这样下来的话你就知道说 这个客户者对待政商人物来说 真的是有非常大的差异 好 玉坡 这样讲我都火气大了 刚刚讲的 这个林志郎原来 这芝麻酒店 或者这个猛鬼大陆 其实我刚刚不认识我也不觉得 可是我在从小在 我在通话街长大 在通话街长大 我有两间房子 一个是财神大酒店 我们在仁爱国 我是仁爱国中 那个盖甲后来处理掉了 你就知道有多影响有多大 另外就是这个芝麻酒店 那个在仁爱 在这个信义路跟安和路口 那个地方是台北的进华路段 居然搞了这么久 完全不能处理 猛鬼公寓 你知道这个地方以前都知道 这以前有很多好餐厅 台北市有很多好的日本料理 其实在这附近 我也常常在这边吃东西 就把这个猛鬼大楼 也不能处理 刚才讲到 我小时候喜欢去庆车 我喜欢去那个 新天空图书馆旁边 晃来晃去 你给我搞一个烂摊子 现在来讲的话 很多很多的案子 现在在台北市 都变成独流中的独流了 比如说像这个芝麻酒店 刚刚宝杰跟你讲到那个财神 财神已经处理好之后 变成金控 所以那个大楼 是非常新非常漂亮的 地下室还有很多的停车场 而这个案子 其实这个照片就是我拍的 这是我写的 那个时候呢 已经走了差不多了 最大的地主就是谁 就是李婉玉的父亲大人 就是他 林志郎 对林志郎 然后那个时候呢 其实在2020年的时候 那时候已经谈出来的 差不多了 突然之间 吉美建设已经觉得说 已经要准备要挂案了 那时候大家都已经知道说 要开始写 未来要改建成 这上面二十几层楼 下面地下几层楼 就突然有人撤出来 有所有权人特出 撤销同意 是谁撤销的 就是林志郎 如果今天芝麻酒店这个地方 然后跟刚刚的景西大楼一样 如果你真的是后来台北市政府 你给你一个方便之门 你再给他一个 金华城 只是弄几个充电桩 你就可以多给他个6% 这个多个6% 十亿的鬼啊 你那个多给他个6% 搞不好他就可以过关了 所以你记不记得 柯卫泽讲过一句话 跟财团打交道是要怎么打交道 我给你一个方便 你要给我一个回馈 可是呢 就像刚才士通哥讲的 一般人没有办法 得到市政府的方便 所以呢 你也不会给他回馈 这几个案子 其实我们现在以 以工作利益来讲 你说这个东西 在这里 多烂啊 那个晚上都没有灯 你知道吗 以前都有游民圈里面打毒品 你说要不要弄 我觉得是一定要弄 如果你不弄的话 那对蔡美氏来讲是一个伤害 问题是为什么就是会卡关 会不会就是他们的政商关系 走不到位 走不到那里去的话 所以那些东西来讲的话 卡了10年20年 到目前为止 就是没办法来都更 好所以吴总 这个比较也差太多 你对计划这 那大小是差太多了 没有 这个林志郎 董事长这个案子 他跟了合作的单位 是企美建设 企美建设就是 加美建设的关系企业 所以董事长 就是蔡祖雄 所以他是跟蔡祖雄 签的这个合约 那这个案子里面 他总共 他是靠信义路这边是桑山 他靠在这个安和路这边 他有一部分是属于驻山 所以它是个驻山 跟桑山的混合的一个地 那这边 那原来的容积都已经固定了 奖励容积也固定 大家都已经确定了 都保了 可是我现在讲说 当时现在之所以不能推动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 他跟这个集美建设签约之后 集美建设付了大概十几亿的电金 订金给他 后来签约之后 两个又翻脸了 那翻脸的理由 主要可能就是说 林智朗董事长 可能要要求更多的条件 可是他这个案子本身很单纯 案子本身单纯 他全栋楼里面 只有一成是这个非他们家属所有 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就是很容易通过 那主要的问题还是 林智朗董事长 跟加美的蔡竹琼两个之间 他们对拆分比例的意见 第一分配 那现在这个部分已经在诉讼 在法院告 那法院告这个事情来讲 会告很久 所以我说他这个案子本身的背景 并不是因为政府的关系 所以我讲了半天就是一个结论 林智朗董事长 不需要靠台北市政府 他不差 所以那这个事情呢 我导要提醒一些 现在这种的约寻的方式 约谈的方式 是故意要修理柯文哲 因为总共多少 专款总共 小额专款全部登记的 他报监察院总共多少笔 18万笔嘛 那一个月下来之后 18万笔由于 我们现在AI跟电脑的力量 整理好了没有 整理好了 早就整理好了嘛 它里面只有两种钱嘛 一个是真的汇款嘛 真的募款 一个是假的募款嘛 所以他现在是做 简单做假动作嘛 他要把那个真的募款找出 假的募款是谁 假的募款的金主是谁 假的募款就是柯文哲自己 他把柯文哲自己的钱 找出来以后 才能够搞柯文哲嘛 所以柯文哲知道后面很惨 将来柯文哲会变成两件事情很惨 一个是贪污 受贿拿到钱 另外一个很惨是什么你知道吗 是他的中间过程中 他所有的这些的这些的 私密的社交媒体的一些的资料 他跟很多不同的人啊 有钱人有权利的人 他有很多LINE 很多微信很多通信 那中间有没有可能有一些 还有一个更糟糕的啊 中国大陆的国台伴友进来 进入这个事情啊 所以这个事情已经被柯文哲搞得奇违复杂 将来这个 将这个所有制造一爆料一公开的时候啊 柯文哲的人设立刻会变成台湾最臭最臭的 道夫 上礼拜五时候大家都点破眼气了 怎么突然北俭向台北地方法院申请说 我要扣一下清华人的土地 而台北地方法院同意了 同意的原因代表北俭说服了地院 代表你的证据已经清楚表示 这是一个犯罪行为 这个多出来的110亿9000多万 它就是一个不法所得 好 问题来了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做了这么大的动作 现在我们慢慢铺绳出来的消息 我们得到的消息是 原来冷钱包已经找到了 很多的金流已经找到了 现在只剩下最后省气机的话家了 而且简单来讲目前为止 柯文哲已经在这个狗头杂 或是虎头杂上面了 要不要斬就看你省气已经一句话 你认罪了 你把所有的犯罪事实 老老实实地交代之后了 柯文哲就斬掉了 斬掉的时候 你的金华城才有保住的机会 可是他不是要扣到110亿9000多万吗 而不是讲说这110亿9000多万 是不法所得 如果是不法所得 你就要给我吐出来 而且简单来讲的话 上个礼拜的这个地方法院或检察署 他们的这个新闻稿里面讲得非常清楚 因为他是针对所谓的20% 就是荣讲的这20% 保险我跟你讲 我们现在查了 这个有问题也不只是只有这样 392到560 或是说另外一个荣以的30% 大家说可能都有问题 问题他为什么只有说这一项 因为这一项是最明显 可以勾击到柯文哲的 所以如果这一项 能够把柯文哲就直接定罪了 我跟他讲 或许后面的事情 我们可以慢慢再说 所以他等于是跟这个 跟这个省经营说的很明白 我现在是说20% 20%这样子我先帮你扣腰 如果你敬酒不吃司法酒的话 你要我继续查 OK 我可以从392到560再查 荣讲30%我也再查 查下去的时候 你金华审视最后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们本来看到 哇这个111亿9000多万 已经是非常不得了的 可以你说对省经营来讲 这个金华广场的整个土地 他的土地利益刚刚讲的 是800多亿 你就算扣掉110多亿的话 他还有庞大的利益在后面等着他 可是你说 其实地检署后面还有备案 当然 整个法院背后还有备案 如果你不听的话 现在是动你一只手 我可能动你一只脚 你再不听 我脖子都把你砍掉了 当然我跟他讲 对地检署来说 他在意你这个金华城这些案子吗 不在意他在意就是柯文哲 所以我藉由施压审经金跟你讲 你要不要交出一切 对 你交出一切来说话 柯文哲如果我们能把他定罪的时候 好办事嘛 你也可以 你搞不好可以认罪协商 怎样后续 可是现在不是讲吗 你现在都已经住到医院里面去了 现在不是讲连冷钱包都找到了 金钥匙也找到了 金流也找到了 是 那你干嘛还要憋审经金呢 简单来说啦 目前为止我们得到的信息来说话 所有的犯罪的大概轮廓都已经找到 柯文哲的冷钱包 因为是B或者是金流 事实上既然都知道都已经非常清楚了 但是就是差什么 差什么 差沈晶晶你的这个自白书 你的认罪自白 这有这么重要吗 怎么样给他 怎么样给他 因为你要把他对起来 你不是金流是一个证据 但是如果人这个你的口供又是一个证据 抱歉 班柯文哲这个案子的时候 你没有铁证如山实锤的证据的时候 你觉得外界会怎么看 会有反弹 当然所以你一定要非常完整的物证金流 什么都非常确定 你看金流这么明确 民众哪来跟你说 这个根本是假的 你看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什么 你要沈庆经真正他的自白书 他讲出所有一切的时候 这个案子就完全开花 就完全结束了 所以为什么沈庆经非常重要 我就跟你讲 他只有说这20% 还有很多案子在后面等你 你要不要赶快出来解决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 这111.9千多万只至刚开始 那只至第一道菜 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 还会继续上去 当然 我们这样讲 你现在刚刚讲 从390到560 从560到840 每一步都有问题 当然 我每一步都可以砍你 当然啦 目前为止来说 检教都有在查嘛 对不对 392到560 这个过程里面来说话 跟之前的这个监察院 有相关的这个状况 这里面也有金流相关的这个状况 另外包括说 像这个荣 荣讲的这个部分 还有荣乙的这个部分 你看 其实法院也有在查 检察官也有在查 可是检察官没有说这个 他只有说这20% 所以我才讲 检察官还留后手 你如果这个 还留后手 我们这一次就把这个案子20%就把它解决 这个20%的容易就把它解决掉 就OK 如果你真的硬是要跟检察官硬扛的话 第一个 这个20%可能官司要有了打 再继续打 好你打完之后 我们再继续给你查这个 392到560 继续查下去 你觉得沈静晶是怎样 他铁定完蛋 所以现在我觉得对沈静晶来讲话 快刀斩乱嘛 如果这20%我就承认了 就这样子嘛 就这样 好那这20% 如果假设这20%没了 我还有其他80% 但如果你旷日费只在拉下去的时候 保洁不是只有这些他拿不到 你沈静晶自己本身 你把我公司都要破产 而且我们看到今天 今天中工跟中石化的股票都大跌 是 你说如果今天他不能赶快出来 不能赶快解决的话 接着是刚开始 当然 对整个沈静晶的集团 对他的整个江山 都会有这个所谓的土崩瓦解的状况 目前为止来说 他这个已经被法院扣押了他的土地 扣押了土地来说 现在就有人就说 台北市政府赶快让他停工 我跟他讲 台北市政府有没有停工 其实不是很重要 为什么 因为他土地被扣押住了 就算你盖完了 也不能卖 给你石油市场 你也是没办法卖 因为产权没办法卖 他土地就在那个地方 你没办法卖 那个土地已经被法院铸进了 既然法院已经铸进的话 他就不能做任何的产权转移 所以你让他再盖完的话 中工搞不好他也觉得 我不要再盖 我刚刚去搞不好 刚到最后也是空一场 所以现在对他来讲的话 他怎么办 赶快来解决线 把这个官司赶快把它解决掉 快速在那个案子 不论是好 这个官司解决掉之后 20%好 就是我认罪 我交给台北市政府 或是怎样 大家可以谈 谈了之后 这个案子就可以继续干下去 反之你官司越拖越久的时候 你再惹了其他官司都出来之后 把这个案子继续 大家就完蛋 就毁掉 所以对他来讲 很简单 他现在要快刀斩乱马的 赶快停损这20% 所以像今天的中工 今天的中石话 苦加都出现一个大跌的状况 我跟他讲 现在他们还不至于 马上会有财务的危机 但是你越拖越晚的时候 会有财务危机 而且我跟他讲一个状况 目前为止 营销团是没有要抽 他赢根的打算 但是 如果你越来官司越来越多的时候 392到560都有问题 甚至连融奖都有问题的时候 你觉得当时到时候的 营销团要怎么办 他搞不好当时就真的要抽 因为你整个案子 全部都是违法 所以跟你讲 目前为止 来说话 事实上检票还可以省心经理 你好好想一想 你现在只有20% 如果你真的最后 你什么都不要的时候 那也羞怪我们对你无情了 现在的整个案情 那个轮廓真的已经慢慢摸到了吗 因为我知道 你非常关心这个案子 你跟地检署 你跟连政署 也都有这个所谓联络 你说他们现在的反应 他们的表情 都比过去开朗很多 而且现在连政署也特别说 他们也施压了 也对台北市政府讲 希望赶快做这个 所谓的停工的动作 要全面地对省性经施压 我感觉他们的情绪转变 情绪转变了 是从李文中跟朱雅虎的破口 突破之后 我觉得整个流暗花明就又一春了 你说他们现在讲话的口气 表情轻松多了 对 整个态度 因为毕竟有一个行贿者 一个收贿者了 只要有一个贿 行贿跟收贿者 代表这中间有不正利益的流动了 那现在只是说这个不正利益 到底最终留到谁的手上 还有这个不正利益 到底有多庞大的一个问题 一个收网而已 那上个礼拜 大家记得9月25号吧 提讯沈静晶10个小时 这件事情 大家一直在想说 他在那10个小时 到底有没有招 有没有全招 当时我是持比较保留的态度 因为我一直觉得 沈静晶为了那20%的容积奖励 他是最不可能招的 他会拼了 对 他会拼了100多亿 所以后来我觉得北姐 一定里面有高手 金融侦办金融犯罪高手的 专家在里面 告诉他商场的手段 你就是要把他 寄予最大希望的这一个地方 精华广场把他扣了 对 让他没有这个后面的想法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司法制度 是可以拖10年20年的 大家知道当年大巨蛋李树德 被判9年 到现在都几年了 还在一审而已 所以对沈静晶来说 反正我人两个月 我现在还在这个借护就医 也可以吹冷气躺病房 人两个月起诉之后 我就出来了嘛 我就交保出来了 之后我就丢给律师 我还是爽爽过我的大富豪日子 而我的精华广场可以 边打官司边盖 边盖就边卖 到时候等到订宴以后 精华广场在哪里 在哪里 在无数人的手上 都已经卖了 都已经盖好了 所以沈静晶根本时间在我这里 在我沈静晶这里 然后压力在北浅那里 但是北浅出大决 把这个土地扣押以后 我告诉大家 即便我台北市政府 要让你精华承受 不要紧 你继续盖 你继续盖 我告诉你精华广场 都不见得会继续盖 他不敢盖了 越盖赔越多啊 因为又不能卖 大家知道不动产 就是靠着预售 先慢慢的把资金回笼嘛 第一个我不能够预售了 第二个我盖完拿不到使兆 所以我边盖不就边撩几吗 我还不如把它冻结在这里 好了 那现在时间转 压力转回到沈静晶那里了 沈静晶你要打官司是不是 你要一审二审 你要拖十年是不是 没关系啊 我这块土地就给你靠十年啊 你就期待十年 或是土地飞涨 你还拿到回去 所以时间压力现在不再飞减了 看沈静晶如何抉择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逼沈静晶保大或保小 原本沈静晶这样大小都要 我就跟你杠了嘛 赌十年后 我还有这百分之二十的几率有多少 可是我现在背景就是 我告诉你 你现在如果放弃那百分之二十 你认罪 然后协商放弃那百分之二十 第一个你才盖到一楼 大家知道金贵房才盖到一楼而已 你还可以变更设计 把原本的百分之二十 其实只占一万多平方公尺而已 把它去掉 这是第一个选择 第二个跟台北市政府讨论用带金买 我给钱 对 可是你保全的是什么 你保全的是剩下的七百多%的容积率 就是它的容移加上原本的五百六基准容积 你就你的百分之三十的容移已经给你了 对 还有你从三九二到了五六零 这个部分我也给你了 你也拿到了 所以你看嘛 八百四扣掉一百一十二 容积率 容积奖率是一一二嘛 八百四扣一一二 你还有七百二十八耶 你这七百二十八还价值一千亿耶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嘛 就问你省金金要不要 省金金人彼此摸一摸 与其全部八百四被扣在那边 五年十年 你还不如解封以后 解扣压以后 我认罪解扣压 我盖 然后我变更设计也可以 我用买 花一百多亿买也可以 总比我整个销售案被卡在那 所以你也同意说 适中的讲的 这只是第一道菜 如果省金金你不答应的话 第一个我可以给你拖 第二个是 我可以把你百分之三十的容移再砍了 我可以再把你从五六零到三九二全砍了 我让你整个金华城变成一片废墟 而且大家可能还记得 当时金华城跟台北市要这笔容奖的时候 是有签协议书的 有八十几亿的保证金现在扣在台北市 所以如果他未来认罪协商 决定不要这百分之二十的话 这八十几亿才可以拿回来 多八十几亿了 多八十几亿 然后还贴一点点三十几亿 就可以当作贷金 把那百分之二十的容奖买回去 所以对他来说 这是成本最小 就是你认罪 你不认罪的话 第一个你那八十几亿还扣在台北市政府 第二个你整个金华广场 你就是得要扣被扣在那 然后你价值三百多亿的土地 也不能处分 然后也不能盖 也不能卖 所有的东西就是一场空 那一千多亿跟一百多亿 现在就让你省信金去选择了 所以不是你选择有跟没有 现在选择你是死多还是死比较少 但是大家不就好奇是 现在不是金流都找到了吗 冷钱包都找到了 很多都找到了 朱夏虎也都承认受惠了 为什么现在省信金的贡词 它的字白有这么大重要 四个字 就是心服口服 因为你今天找到钱 然后民众老还是说 那个钱你有什么证明是对价 人家心甘情愿要给他的不行吗 去逃出饮员吃饭 为什么不能去逃出饮员吃饭 你说了一切只要柯文哲嘴巴 紧紧的咬住说是司法破坏 这个钱都是要栽账的 都是民进党政府栽账的 可是我们欠一个当时行贿者的自白 他必须要完整的描述 他怎么跟柯文哲搭上线 中间见了几次 怎么样敲定你给我好 我给你好的这些剧情 就像郑文昌案也是这样 你这样才会有一个故事 你才会让外界觉得你北检办案是完整的 你是有情节的 你是有起承转合的 你有里面主角的陈述 现在朱雅舞跟女文中只是配角而已 陶检的那个已经变成一个范本了 陶检那个范本拿了一个500万的黑色塑胶袋 进去了以后放在茶几底下 双方笔个人一捂什么也没有讲 出来了以后去买了很多网吧机 然后开始彼此的沟通 甚至你中间跌了一跤都把它交代清楚 今天陶检已经写到这种程度了 北检如果不能这个所谓的照章办理的话 那就丢脸了 对所以北检的那本起诉书 我高度怀疑会有15万字 因为北检号称天下第一检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案子涉及的金额利益 比郑文燦怀雅克的案子多五倍 怀雅克的案子不挣利益才二十几亿 这个一百多亿 再来就是深受国人瞩目的案件 郑文燦已经是过气的政客 柯文哲可是主要政党的党主席 所以北检当然要让外界心服口服 最重要是让民众党不能再用 政治的操作去把这个案子的正当性给打掉 好 玉峰 在这个办案过程里面说 你永远不要怀疑检察官的手段 你不要永远不要怀疑检察官的办的狠进 你不要去怀疑检察官的抽层 现在我都看到你不但是压人取公 而且你其实对审计经来讲 我一方面给你棒子 一方面给你胡萝卜 一方面我让你住到医院去 可是我要把你抄家灭族 这件事情来讲看到一件事情 如果你一定要有交代才会有胡萝卜 你想要去医院没问题 多少东西来一点吗 从你从早自习讲到晚自习一定有交代 没有交代一些东西的话 你不可能去吹冷气 你不可能去医院 然后大家讲说 那为什么交代的还要对他那么狠 对 为检察官来讲 你千万不要去怀疑宗主肥剑他们的决心 现在来说 沈信经以后要想的事情 不管是你要赚一百亿还是赚一千亿 那都是以后的事情 对检察官来讲 你现在的命在他手上 你要死要活 你要先有命 你再讲一切 你要先有命才有后面的东西啊 他死活在检察官手上 你现在来讲 有这么可怕吗 沈信经来讲的话 叮了就死啊 对检察官来讲的话 你要不要交代这都不是问题 你要不要去处理 这都不是问题 你今天来讲 你北检可以去扣押他的20% 20%是多么严重的事情 我们上礼拜五在这边 关键时刻就有讲到了 你20%代表什么 代表说你这案子就死了嘛 你这案子 你这20% 我这样算高楼成20%吗 还是低楼成20% 你说精华广场就完蛋了 就完蛋了 你就动也动不了了 所以呢 你现在把你处理掉之后呢 你沈信经要不要全部来交代清楚 如果你今天全部交代清楚 我告诉你 对检察官来讲 审视 新属属性 我今天来讲 你说的东西 我绝对放在起诉书里面 你可以干什么事情 你可以争取代罪立功 所以呢 你要抢的对审计来讲的话 我要保全一条命 我保全一条命之后 我就算没有这20% 我还有这个唐龙铁工厂 他都买了10亿 我把这个东西转一转 然后呢 改一改盘出去 我后面日子还非常的好过 但如果我今天没有办法配合检察官 没有办法拿出检察官想要起诉书里面要巩固的内容的话 那不好意思哦 你就是跟柯文哲一起再进去 继续转 继续转 你这东西要扣押多久 可是我们觉得检察官有这么厉害吗 检察官这两天都没有风声啦 一点动静都没有啦 我觉得对我来看 检察官已经在收尾了 你看那一天的裁定 告诉大家 讲的云淡风轻 你这20%我算出来是111亿 最后还有个6000块 你这6000块都算出来 你都给他写出来 这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说这个东西已经找商办 已经找这个商办的专家来合算清楚了 111亿 7023万6000元 这个案子已经结束了 代表什么意思 犯罪主体就是你 省信金就是你柯文金 就是你彭副市长 然后呢触犯的法条 就是行贿罪 然后你不法利益 就是这110亿 全部都已经写清楚了 你现在省信金能做的事情 就是争取立功 让这个案子更漂亮 更完美 如果你今天还是不交代 那也没关系啊 反正你20%我扣住了没有 我扣住20% 死的就是100%啦 没有人敢去碰一个20%的案子 然后另外来讲 我们刚才看一下 星光的那个部分 当初来说 就是因为他缺钱 神信金缺多少钱 缺了100多亿 精华城是缺100多亿的 的一个物件 所以呢 你还赶快把它给打掉 然后转一转 变成精华广场 然后呢 没有办法 找的星光金根 找的星光影跟星光兽 一个40亿 一个35亿 现在来讲 这个部分 要不要查 会查 当初来说的话 当初你这案子 怎么做的 包括他们的 星光的读董 还有金光的这些董事 都已经被传唤过了 所以呢 问的是不是这个事情 大家不知道 等一下 我现在不是只有查金华 为什么不是只有查 危机集团 我现在星光也要查了 星光你也查进去 当初来讲到 包括独立董事 包括他里面的董事 都有已经被交规 去问过了 为什么要这样查下去 告诉大家 这一块 我北检要的 没有人敢碰 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觉得 沈静晶 他能不交代吗 现在来说 沈静晶 他只想一件事情 交保 保命 后面的事情 商业的事情 后面再来处理 所以我觉得宗主这个来讲的话 在做这件事情来说 在收尾了 已经在收尾了 而且之前在这个所谓的 法院的这个 这个所谓的裁定署里面 也就是法院 不是扣押了 那个金华城的土地吗 对 金华城 他讲说 那个111亿7千多万 那个笔钱 他用什么 不法所得 对 所以现在检查官是可以认 你中间东西 有很多是不法所得 所以这个不法所得 第一个是 你有没有透过很多人头 3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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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多万 进到了民众党的里面 如果有的话 那这个30万 30万是不是不法所得 另外刚刚讲的 那你这么多钱 你这些所谓的政治现金 那是不是不法所得 不法所得 如果你把这个钱 拿去买 商败 是不是也是不法所得 所以你说 现在民众党里面的 这个党库 民众党现在科文展买的 这个4300万 也都有可能被列入 不法所得 以北简的认定 不法所得多少钱 111亿 前面为什么查不到 因为连政署 他对于金流查不清楚 大家记不记得 前面哇 金流怎么找不到 可是有个单位进来了 调查局 调查局 之前被缴线的调查局 所有的资料都倒给连政署 你要连政署 你要资料 我全部给你 资料是资料 勾机是勾机 连政署勾机不出来 后来呢 告诉调查局说 你们一起来办吧 我们一起来处理这个案子 调查局一进去之后呢 砰砰砰砰 越来越快 所有的东西 已经都勾机出来了 所以你每一笔 用人头假装是捐款 实际上是行贿 已经被勾机出来了 所以现在来讲的话 如果这些真的是 如检察官讲的 都是确实的话 我告诉你民众党 你现在不要闹了 你所有的部分 一笔一笔都被调查出来了 查清楚之后呢 我觉得民众党里面 也会有人有事情 好 葫总 现在沈进去真的已经 命悬一线了嘛 现在这个刀 真的已经架在 沈进京的脖子上面了吗 如果你就范的话 我就动你的手 不就范 我再动你的腿 再不就范 他连命都没了 其实沈进京所犯的法条 并不是很严重 对 行贿 他有两个 一个是行贿罪 一个是背信 那背信可以连结 本案的行贿 所以因此来讲的话 检察官有权利把这两个罪行 把归一的话 可以豁免他 可以豁免他 所以他会变得很轻 甚至于到还起诉的可能性都有了 我看到有些坊间的律师 把这两个分开来谈 对 其实他是因为发生是同一事由的话 他是可以合并来处理的 所以减免也可以同时减免 这第一个 所以浅进京法条不严重 不严重的问题是 他现在他原来为什么不认账呢 就是为了顾他的八百事 对 当时你看到黄珊珊 为什么跳出来讲说 二十五条 二十五条 就是这个二十五条 就是顾他的八百事 顾八百事 就是顾这个好几百亿的这个 对 对不对 而且这个已经没有了 这个已经没有了 没有的情况后续多严重 你知道吗 他现在这个礼拜 我估计 省机如果不能交保 一到两个礼拜之间 不能交保的话 他的金华城就完了 就完蛋了 就这么严重吗 我在讲 第三年我讲给你听 金华城是连带案 是由新光银行的连带案 对 所以他的起造人 不是省进京 也不是顶月公司 是谁 是中国建金 中国建筑经理公司 所以建筑 他不需要省进京同意的 对 他要不要盖 他连带银行一开会 进京公司听连带银行的 他不会听省进京 在里面介护医疗 谁管他 所以说 神经经对这个金华城的土地 现在是没有发言权的 他没有 他法律上是没有的 因为当时 所以为什么年代银行 要主导这个案子 就是他指派了 他信任的建筑经理公司 去作为管理人 作为起造人 起造人是建筑公司 所以我先把这个 法律关系讲清楚 所以我先讲说 他一个礼拜不出来 这个事情就乱掉了 然后大家都在谈这个 谈这个谈这个什么台北市政府 其实不重要 为什么台北市政府不重要 因为这个整个事情 是一个集团的金融财务危机 是整个省进京集团的财务危机 那他的财务危机 是今天会来自于哪里 不是本案的150亿的年代问题 因为很简单 他这个已经触犯了很多金融的法条 我们的银行法有规定 有关有一个什么规定 什么规定 当你有刑事犯罪的可能性 或伤及到贷款的本质的情况之下 银行本身可以启动加速条款 所以这个合约可以提前到期 提前到期 这个提前可以抽银根 本来是五年的合约 现在变成一天的合约 这么简单 所以那这个事情怎么发生呢 我解释给你听 大家都不在懂这个民进党的情况 金融管会只要一个电话 给新皇银行 打电话给主办银行 你这个贷款品质 会有恶化的可能性 请你们要开始谨慎处理 那只要有这个电话一下 他根本有什么命令都不要 也不要文字 只要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一来 新皇银行会干什么 马上开会 马上开连带银行会议 然后这个动作一下来 情况之下 他更恶劣 他可以打不同的银行 打电话 所以所有省金金 有关的往来银行 只要通通被通知到说 他们的融资的贷款品质 有问题的话 所有后续贷款 通通会停止 所以你说我现在对付省金金 我有司法的 我也有行政的 对 他完全不懂民进党嘛 民进党不是 民进党有点臭残 当然这样子臭残的 民进党民进党那么笨 等你肥姐这边搞 搞得到我总统的民调 掉到20%吗 不可能嘛 我一定是一刀给你砍到底了嘛 没有给省金金死的话 省金金就不可能去咬这柯文哲嘛 可是省金金还都注月吹冷气了 注月吹冷气一回事 所以那这个事情就是 他的企业团 企业体产生了灭顶的危机的时候 他才会清醒嘛 因为他这个事情是 没有必要招惹来的事情 我不是上礼拜讲过吗 我一个好朋友 昨天我也给他通电话 有他们的企业体的 过去的高干 董事长级的 我们有好几个人跟省金金讲 你千万不要去跟当道作对嘛 对 你跟他作对的结果 他非常凄惨嘛 不信邪 不信邪 现在搞出 这个事情都多余的嘛 他如果在两个月前 就去当污点证人 不是什么 没有 对 就是刚刚淑慧讲的啊 慢慢打官司 慢慢搞 慢慢弄 还慢慢卖 慢慢卖 卖了十年以后 大家谁都不知道 这个案子怎么回事卖完了 对 那你非要搞到现在变成 你现在变成一个 人为刀除我为鱼肉嘛 对 他在那边带宰嘛 那带宰的情况之下 大家最后 所以一个礼拜不出来 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 然后第二个 我今天听到一个 冷钱包有出现被找到 然后还讲到另外一个东西 是有关系统的 有关这个 你听到冷钱包被找到了 有关系统传出来的讯息 冷钱包已经被找到 而且还丢出来一个讯息 这个冷钱包当时帮忙规划 去申请的这个人 是当时台北市政府的 悠游卡公司一个高管 一个邱信高管负责 悠游卡公司的 对 一个邱信 一个网路科技的专家 他跟这个柯文哲 秦童父子 所以他帮他搞的一个东西 那刚开始这个冷钱包 在本节目由张雨萱同志 第一个发表的时候 很多外面的同学在笑他 什么是冷钱包啊 哪有这个回事啊 然后雨萱解释了半天 大家都有啥啥啥 我也听不过 我也听不过 我现在今天听得很完整 我跟你讲 是非常可靠的管道的消息 我不太报料 重视我不会乱爆料 我说东西一定有所本 起码我刚刚也告诉你 我的消息来源 对对对 那就是单位嘛 蒋南接 那这个东西就很简单 我再重复一下 冷钱包被找到 然后呢 是他秦童父子 一个邱信幕僚 把他干的 然后这个事情 就剩下 淑慧刚刚讲的最后一点 就最后那个勾兑一起来 我跟你讲 柯文哲 我跟你讲 再劫难逃 所以你说今天 沈经纪如果把所有的细节 交代出来的话 那真的就是心服口服了 不会 柯文哲使不认账 他不会认嘛 因为这沈经纪交代 是他当时行贿的那个端口 行贿那个当时那个moment 开始干的细节嘛 那你认为柯文哲 会把这个东西放在 就是放在这 留在当时这个几个 一年前行贿的时候的状态吗 不会嘛 他早就开始做转移的工作嘛 我昨天跟一个香港的一个财经专家 在吃饭 他讲过我听了 他说吴董我跟你讲 沈经纪绝对不会买比特币 他一定是买其他的太打币的东西 因为那个比较稳定 万一比特币会突然间会涨跌幅 百分之一百 也可能跌百分之三百 所以柯文哲那种当医生的个性稳定 太打币 他会用太打币 比较安全的币值 所以我刚刚解释一下 包括连那个秋星幕僚的名字也出来了 包括有冷钱包这个是 再度从这个有关的机关里面出现的 直接看到柯文哲不是有两度 我都拒绝征讯吗 拒绝征讯刚刚讲的 第一次是到了北减 到了北减就应讯的时候 他说不要 我太累了 你们回去没有人到 而且我是主动来的 我不想应讯 他就要走了 就被上手靠直接继续应讯 另外一次是10月1号 一样 我叫你从北索出来 叫你干嘛 一样我要应讯 没有我不来 我生气不行 现在周刊解密说 搞了半天 这两次都碰到一个问题 碰到柯文哲不能解释的 金钱问题的时候 他就慌了 本来看我们的柯文哲 柯主席 他讲说什么 他本来说 哎呀我跟你讲 我有问必答 我坦坦荡荡 没做什么事情 对不对 就后来发现不对 他过敏 他对什么过敏你知道吗 对金流过敏 只要遇到金流 他就会开心 不舒服 第一次的时候 他原本前面很配合 问他什么都打 结果检察官问他说 哎柯文哲 那请问一下 敬小微这个4300万里面 我们一条一条爬梳 不知道是拿出了什么关键证据说 那柯文哲你知不知道 结果你知道柯文哲干嘛吗 突然间 塞性地 脸色大便说 我跟您讲啦 检察官 我今天是志愿来的 我累了 我不要 我不录了 不录了 人就马上要 不干了 就没办法 就直接我们讲 当场逮捕 好不好 所以第一次跟我们是这样吧 就后来跟检察官讲 我现在想回家 对嘛 他说我志愿来的 我是配合你 笑死人 早上明明是被检察官 不讲硬压 叫他不要讲硬讲话 但没关系 他说志愿 那第二次这个层次就更加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后来他开始陆陆续续 有没有 每次经过来 一模生命的微笑 或沉默的羔羊 哦 觉得自己是汗泥把 人模很聪明 对不对 都进去里面玩弄检察官 就后来发现不对 小省1500 更多的资讯出来之后 你知道柯文哲干嘛吗 他直接出大决 博乐哥 他就蹲在牢房里面不出来 我不要 我不要出来 哦 他是躲在牢房不出来 不给你理由啦 他没有说什么我不舒服啦 所以不是说上了球车 然后我说我不上球车 或者我在这里跟你谈 没有 他说在他这个牢里面的角落说不出来 他根本没办法解释 柯文哲今天知道出来说 我就问一个问题 朱雅虎说他请问210 210 哎呀560 感谢560 对不对 他说有点便宜 小省给人 你请问一下怎么交代 这对话记录里面 肯定有柯文哲的踪跡在里面啊 他没办法回答嘛 没办法回答 所以他就只能跪缩在里面嘛 那你想想看陆陆续续 如果许子宜会来 我讲更不用想了 不见天他直接躲床底下了 出头不出来嘛 吓死了 因为现在柯文哲知道知道 我手上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筹码 原本他以为的是什么 反正我们这些创共网络 我跟沈静晶 我跟李文忠 我们是铁三角 我们绝对不会倒 结果没想到朱雅虎倒了 沈静晶也跟着倒了 李文忠可能也快倒了 只剩下我固定另一个人嘛 所以对他来讲 现在来讲只要面对检调 他都只能回答什么 哎呀我不知道啦 不清楚啦 我不知道不清楚 宝典哥那我问一下 那他该怎么回答 不能回答嘛 你知道为什么他不出来回答吗 为什么不出来回答 因为如果这些消息传出去外面 完蛋了 那就是畏罪 畏罪印象嘛 他就讲说 柯文哲问到这个全部在闪躲 回避 对不对 只要这个消息一出来 而且全部都会写在哪里 起诉书喔 他宁愿说 反正我归缩在这边 起诉书至少不会写嘛 顶多就说 哎呀 犯后态度不佳 不愿意配合 加重其行 对不对 顶多就这样子啊 否则如果说 他只要露出了马脚 他回答任何问题 全部都会变成成堂正宫喔 我更会保证 他再也笑不出来 还什么什么沉默的羔羊 他待宰的羔羊啊 基本拍 连